全台灣三幾天到近 已經三禮拜了 很多運動中心 恐慌都漸視關起來 慣習運動的老大人 算不出財頭好去 有著要鼓勵他們在處理 會要運動 台北市社會局長 推出極化 公益運動壓平 我們做回來看看 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下碰地板 然後背打之後 然後往後跳 對壓平做運動 今天天氣公益也要按照超科 組織柯定的運動不可以做 不過如果趕快人要頂張 老大人也不可以省運動 台北市社會局到高齡 健康很沉重心來合作 三中最極化 奉獄運動壓平 老大人不用擱出 點廚也能動緊骨 好 手手輕輕地放在上面之後 身體要練持肌腿拉長 我們的訓練就會從椅子上面 可能讓他們練習 用正確的方式做起來 然後做一些變化動作 那甚至是讓他們練習在椅子上面做骨盆的轉動 社會局表示 因為三個奉獄 很多運動中所 都向社區關懷骨點都減停來開放 所以這次 這次健身高齡來打壓平 主要於基本動作 替靈體生來分改單安排 台北市立 台北運動健康科學主任 曾國偉表示 老大人若50歲以上 身體的筋肉量就會減少 醫治2% 所以運動訓練筋肉是很重要的 因為肌肉力量是根本嘛 那你有足夠的肌肉量 你才有可能練到心肺 那當這個心跳率能夠拉上去之後 那我們才有可能增加 像有一些 比如說 就是我們身體的免疫力要提高 那它的機會才會來得更大 全各位也這次 目前奉業建立第三個禮拜 是苦減大家心心腸痛的時候 這些基加奉業運動壓平 會對齊齊開始 立提供一部在網路 目前安排10次 主要用簡單、好好的方式 讓家裡四世 馬桶作回背伴爸爸媽媽 奉業兼運動 記者等下文章水 在報道